今天禮拜五一同Galaxy好久不見你到現場 是 三個月了 哪有 真的三個月嗎 三個月了 所以你上次來是三個月 有一次錄音嗎 對 有一次錄音嗎 然後上一次 沒有嗎 沒有啊 我想不起來了 我也想不起來 好 我們要歡迎的是姓名學增加黃彭宇老師 謝謝 謝謝各位 好 黃老師 所以那一次我們在講那個富士山的疫情曲線圖的時候 是電話的對不對 對啊 是電話的嗎 這 在 在之前我們節目中其實有講過 對對對 好 不管怎麼說就是 這個過端午 是 我相信很多事情又是一個新的風貌了 是 那端午節其實 老師在之前就有提醒我們一些事情 是 包括大家接五十水啦等等的這些 是 之前就有請老師提醒過大家 是 那現在既然過了端午 我們其實可能以前都不是很清楚知道 當然知道端午是個大節 是 但它其實真的在一些事情上會是一個分界點 對不對 對 那如果說我們以疫情來說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先請老師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 基本上端午在過去 一般來說中國的在二十四在節氣裡面來說 它到底佔什麼樣的一個重要的地位 那再反應到疫情 我們再來做一個分享 是 其實我簡單說各位你會發現 重大節日也好 或者是某些神明的生日或是初旬也好 各位要知道自古以來它悲化的含義是什麼 嗯 就是大型的天災人禍 你是說節氣嗎 大的節氣 因為我記得老師以前很早就說節氣那個節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節對不對 對 就是說被什麼節才 對 那個節 對沒有錯 簡單講好了今天 我舉個例子好了 今天媽祖為什麼要出巡 在古代來講它是什麼意義 就是有狀況嘛 所以才要出來安人心嘛 或者是收服一些不好的嘛 嗯 那同樣的這一節氣它背後含義是什麼 不管它什麼故事 你會發現其實 背後隱藏的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科學 嗯 所以它都都是屬於一些大型的天災人禍的一些 人民對一些事情 希望能夠轉換履歷的一個概念 嗯 所以各位如果像是去想的話就很容易 你就知道比如說過年 年壽嘛 嗯 對啊動物節 屈飲也好 或者是少女也好 都是屬於比較 詭異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中秋也好 或者是什麼樣 都是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嗯 那 以前的沒辦法 他為了讓後代的人 他能夠勞勞記住 所以要乾脆用節日 哦 以前沒有說電腦啊文字啊什麼這類的 口口相傳要怎麼辦 就用節日 其實各位還在發現很多廟宇的成立也都是 背後也都屬於一些比較 不是那麼好的事情 都是一樣 就是應該是因為有什麼事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廟宇在這裡鎮 對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對不對 這裡鎮或者是說紀念也好 哈哈 紀念蠻多 對對對 真的是這樣子啊 我說實話真的是這樣 好 那端午這部分的話 不管是大陸也好 台灣也好對不對 你就會發現它是從那個所謂的那個 春要轉下的時候 春轉下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這種這個這個 北緯45度左右 北緯歸線左右對不對 你就會發現它就是一種溫熱濕熱 那溫熱濕熱的話 各位最近有沒有發現像我 我某些地方它就發霉了 你嗎 對啊就是某些 你處走某些東西 有 有耶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發現一個地方發霉 我整個嚇壞了 因為我已經一天都很在除濕 是啊 結果我發現是什麼 是我兒子的學校的西裝外套 那個西裝外套一年就是 就是可能就是冬天穿嘛 然後進入到這個夏天 進入到應該講就是 喔 很長一段時間沒穿 因為在家 開始在家一個禮 原本一個禮拜穿一天 然後呢 後來開始天氣變暖 然後在家就沒穿 也不過就是這麼兩個月的時間 而且我沒有收起來 但是還沒有洗啦 沒有洗它忘記了 就掛在那個就是房間後面這樣子 房門後面 結果今天早上竟然發現 它上面有發霉 是啊 我想說怎麼會 可是我房間也有除濕啊 霉這個東西 大家就曉得了 就是一個病菌來來源 對 代表說這附近已經很適合這種病菌了 好討厭喔 對 所以你看 農曆四月 用生效來講叫蛇 蛇就是主葬立之氣 到了五月是馬 馬要幹嘛 就要把這東西給奔跑弄掉 治癢 所以呢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產生這種 我們所謂的瘟疫啊 所以其實端午 它是送瘟神送瘟疫 的最好的時候 送出去嗎 對 它送走嗎 對 所以你會發現我為什麼會寫說 端午之後下次 它就是一個轉折點了 所以下次是幾月幾號 六月二十一嘛 那我們盲總是六月六號嘛 端午節是六月三號嘛 所以差不多都是用節氣來講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說我為什麼說今天來 我看到黃老師大家也要開心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在講說 你再過三個月可能大家都已經 其實坦白說真的現在 我在外面看已經慢慢恢復正常了 因為該塞車都塞車了 對 那是因為台北的小朋友回去上課了 這禮拜又開始塞了 我的看法是很簡單說 該中獎都中獎了 那中獎完畢的 他說我已經中獎了 我又不怕我就出來了 所以像那個機董的外貿山 什麼這些都是人啊 所以說這個部分 就慢慢慢慢形成一個現象 說他會加速這個運作 就是什麼運作 就是說會中人就會中 不會中人就不會中 好像好像 現在慢慢變這樣 這樣子說 就變成一個形成一個正常的情況之下的話 下次就是一個轉折點 但是這個轉折沒有那麼快 下至嗎 對 我們今天剛好 因為大家講 我們每次那個老師來 會跟我們講一個月嘛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6月6號到7月6號 對 6月6號就是 盲總 盲總 就是端午的下一個節氣是盲總 端午節不是節氣 端午節是節 節 我為什麼一直講端午節是節氣 不是 5月5不是 不是 好了 那個代表跟你講另外一個故事 5月5 7月7 9月9 1月1 3月3 5月5 7月7 9月1 1月1 3月3 7月就單數的都有 單數都有一個那個 11月有11嗎 沒有 沒有 就到9而已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6月6號 國立的6月6 對 到7月6 所以國立的6月6是盲總 7月6號是 不是 7月6號是下一個的 是小數 下一個小數了 好 7月7號是小數了 對好 6月21是下一次 我這樣講的 我們做東方一個很特殊的東西就是叫陰陽力 嗯 二十四節氣是陽力 可是呢 東五節是陰力 哦 所以我們是很特殊的陰陽力 混合使用 哦 產生一個命理出來 哦 所以說陰陽力如果你都搞懂的話 弄好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命理老師 哦 太複雜了還是你做就好了 我聽就好了 好所以我們就是這個月哦 因為你寫 你在資料上面寫說 他是三合月 對沒有錯 我們現在至少我知道三合是好的 三合是好的 所以接下來其實這一個月 6月份到7月初 大家是可以期待是會越來越好的嗎 是啊沒有錯 就是那種所謂的好是這樣子 如果假設以前是100分 嗯 那你到了東五節你可能把它視為20分 嗯 那下次以後就變成30 40 這樣子就越來越好 但還沒有及格哦 嗯 即可要到小數大數 嗯 那就會即可 所以簡單簡單說好了 就是中元節 嗯 各位記住 你稱到中元節 那中元節7月15指一個統稱 事實上農曆7月份開始 嗯 大概就 就算是已經天下太平了 嗯 大概是這個概念 我們再把你那時候說的富士山拿出來講一下 對不對 富士山的土地 我記得你那時候就說端午 6月3號端午呢 大概就是差不多就是到 到左邊 對到左邊 你看我盲總也寫到左邊的中間了 對 有沒有看到盲總 我看到你點進去才能打開吧 對 對 對盲總已經到這裡了 對 然後下次在中間有沒有 對 我跟大家再講一下回憶一下 老師之前有畫一個圖給我們 他就像一個富士山 然後之前呢 就是大概從4月下旬開始 就開始爬爬爬爬 然後經過立下小滿 他說大概到端午的時候 那個數字大概就是平了 他說就是高點了啦 大概就平了 然後平了之後會平一段時間 就大概每天都差不多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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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2萬吧 對 然後呢 然後就會經過盲總已經過了嘛 對 然後下至會是在那個高原的 就是平原高 真的高原的那個地方的中間 對 然後呢 過了小暑 7月7號就是小暑 就往下 這個富士山的山頭就往下了 對 那往下之後呢 到什麼時候是真的感覺已經平了的 到三角下的是 8月23號儲鼠 對不對 對儲鼠 那個時候就 最右邊寫一個中間檢視最旁邊去的 對 所以看起來 確實是蠻符合老實說的這個狀況 目前 目前還蠻符合老實說的狀況 是 所以接下來這個狀況就是 拉出去 所以大家也不用期待說 我們現在會不會每天 就突然間看到那個數字就往下了 應該是這樣講的 如果用現在 上下2萬其實差蠻多的 現在如果說每天是8萬 那上下2萬就 用9萬來說 7到9之間 就7到9之間 可是你下次以後可能是7到5之間 喔 就是下來這樣 對啊 是下一階的嘛 好 但是你還沒有看到萬一下 那一天他有說萬一下的話 可能要等到什麼 7月份去 你說萬一下是指1萬一下 每月的確診數 那我講說他預估7月中旬以後是萬一下 那是F5我們這個 對對對 好 那所以在這一個月三合月呢 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的有哪些 是這樣子 分為兩個部分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已經是中獎過的人 你已經中獎過的人 那中獎過的人 你的生活或什麼這些 你可能比較大膽的 比較有思維的 但是不要忘記 今年這個疫情過後以後有沒有 我們再講一個名詞給各位記住 叫虎頭蛇尾 所以從老虎年的頭到蛇尾巴的中間 大概有三年 這個對於中下階層那種百姓來講的話 會是比較辛苦的這三年 那下半年開始只是一個起頭而已 那為什麼作為中下階層百姓來 因為任何一個戰爭到最後受苦的 都是最基層的百姓 那疫情也叫做戰爭嘛 那怎麼樣最痛苦的就是生活 生活品質 應該講說生存跟生活之間 因為生存的話就是要求生存 生活就開始不錯了 生活品質 那現在生活品質沒有了 你現在可能要求生活好一點 甚至於要求生存 所以中下階層會 我覺得會比較辛苦 會比較麻煩 那說實話就是說能夠 這時候還能夠聽我們電台 或是做看Youtube的人 其實都在中間只偏上一點點 可是那種中下的 他根本沒有時間來聽我們 因為他去忙的生活就不得了了 所以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不是人講過了嗎 你要把病死要把餓死 那的確現在已經發生很多這種 就生活上的一些狀況 那我們中階層也會受到影響 因為你下面去運補你的層 層次也在慢慢在掏空了 所以我講的是說這個思維就是說 你已經中過獎的人 你要去評估一下 你未來這兩三年你要 長一點的是這樣子 短一點的話就是說 你如何去去思考你未來的生活的 動向跟方向是這樣子 好所以呢 其實看起來既然是三合 就代表是好的 所以呢 老師這邊寫的就是說 迎接各種情況走過 走過留下的痕跡 對於人際財力到位者效逐延開 沒人沒才者 這是你的最後上車機會 把握能夠讓你可以如意的月份 就是接下來這一個月 對對對 一旦開始覺得很忙 怎麼那麼折騰 其實是好事 而今年你想要成功立業 那麼接下來這一個月 就是最後起步的機會點了 所以這是很值得期待的 也讓大家知道說這個月 我們努力一點打拼一點 對不對 可以打拼的月份來了 那等一下回來呢 我們就要開放call in 今天禮拜五的一同get lucky 在現場的是 性名學專家黃逢毅老師 剛剛既然說到六月份 是一個好的月份 希望大家好好把握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呢 call in要接多一點 我們現在開始就開放call in 老師上次沒有來接到call in 因為是預錄喔 所以我們那個今天要多接 那歡迎大家可以趕快打電話進來 0223-63-9955 0223-63-9955 打電話進來的朋友們 請你提供你的姓名 還有你的農曆年次 例如黃蜂毅五十六年次 然後要問的問題類型 比如說工作感情什麼的 那盡量問得清楚一點 就比如說工作是說 我現在就是現在轉職 已經有一個標的了 這個要轉過去這樣好不好之類的 那可以請大家打電話進來 0223-63-9955 那我想我們先把剛剛的這個 你說這個六月是三合月 那大家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而且還說這個是 今年最後的上車機會 我所謂講最後上車機會是說 你如果能夠在這個月上車的話 或者是說抓住的話對不對 你的高度就等於101 那如果你後面的話 你可能只85大樓 或者是說只是230樓的大樓這樣子而已 如果你在更晚到年底的時候 明年初才上車的話 你可能你的成就只到公寓45樓而已 這樣說會比較客觀一點 不是說你就今年這個月沒上車 你都通通都沒有了對不對 是這個概念 所以說這時候你要把握 那如何把握 我這樣講的是這樣子 現在到未來有個類似的行業 是一定不會不會沒落的 那如果說假設你先求有再求好的話 你可以往這方面去想 什麼樣的行業就是 你一定要面對人的行業 例如復健好了 你復健師你是不是一定要面對人 才有辦法復健 我舉例子 像長照啦 或者是這種種種田 或什麼這一類 雖然有期許輔助 你還是得有人對不對 所以人力的部分 還是最重要的一個階段 如果說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工作是那一種機器沒有辦法 去取代你的 那這樣子叫先求有 那當然這種賺錢的方法一定是最少的 沒辦法 但是說我們先求有再求好的情況是這一種 那如果你是已經有的人要求更好 那你這個思維一下就是說 就是那種跨國際的 跨國際如果你近一點的話 東南亞 因為下一個階段是東南亞發展 比較旺盛的地方 可能會做焦點會落在東南亞的地方 比如說泰國菲律賓這一類的 是這個概念 那國內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屬於這種服務業的部分 就是屬於聯絡聯繫方面的 就例如公關啊 或者是仲介啊 或者是像這種旅遊 那個說導遊啊 這一類型的都是屬於聯繫 聯絡方向的 這種的都可以去試看看 就是有的人求好的 可以找這個方向 你會發現我這樣講還是跟人有關 跟機器有關的你會被取代掉 就會比較沒那麼好 OK 這個點先提供給各位看看看看 好 那我們就先來接聽電話 那我們先接聽第一位 那歡迎大家可以持續打電話進來 0223639955 第一位是黃小姐是嗎 對 黃小姐你好喔 你想要問的是工作 是想創業 那是已經創業了 還是還在思考 已經創業了 已經創業喔 那你現在要問的是什麼 因為我本身做中介 那我現在的話就是因為沒有人 所以就變成我想兩家想變成一家 變跟變把它合併為一家 喔縮小規模的意思啦 你講的沒有人是 你沒有員工還是說沒有客戶 沒有員工 真的跟你剛剛講的一樣 我先講吧 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這樣子啦 因為你的流年運勢是在下降軌道 對 下降軌道要到明年後年呢 才會有點走平 所以應該是說你今年跟明年應該是會最辛苦的時候 先給你下一個比較 一個方向一個概念 那這個辛苦你剛剛說了你想兩家變成一家 我贊成啦 等到你113年以後 或許你就可以變成兩家了 那你要113年變成兩家這種這種情況的話 我跟你講一個點就是我們剛剛有聊到的 以人為本的點嘛 對不對 那以人為本的點呢 我剛剛也說 如果說以錢來講的話 他應該是最少的 那以你來講你可能一些毛利的獲利的可能不是那麼好 那我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你可能要加一點 比如說紅利或什麼這類的留住你的員工 因為要有這個概念 就是說可能5%或幾%這個概念 我曾經碰到一個老闆他很厲害 他跟對方簽合約怎麼簽你知道嗎 他說我跟你成一家公司 我每年給你5% 罪過25%等於說5年你要幫我賣命 他很聰明的 第一年5% 第二年10% 第三年15% 他加到5年 你看這個員工他幫他賣命5年 是這個概念 我是舉例子 他也可以得到他要的東西 因為現在大概合作模式大概是這樣子 不是老闆最大 也不是員工最大都不是 媽媽有點類似合作的概念 這個概念給你一下 因為你做這個行業說可以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的名字當中有個專業型的 所以你現在做這個東西 是屬於專業型的 是沒有問題 是這個概念 這個方向給你 好 好 那希望你一切順利好不好 加油加油 那我們來接聽第二通電話 是黃先生嗎 是 黃先生你好 你想問轉職 那現在是已經有這個工作機會可以轉 是不是 有通知 有通知 有通知說你可以去面試嗎還是怎樣 對 是的 好好好 那想問轉職 那是不是應該要了解一下 是你原本的行業還是不同的領域 相同的領域 相同領域 但是換一家公司這樣是不是 對 好好好 老師可以幫他看一下嗎 坦白說您的流年是在下降軌道的第一年 所以如果您要換到同性子的另外一家公司的話 我倒覺得有點類似 你有點類似被迫 嗯 就是你可能 你可能 為什麼現在猶豫你知道嗎 因為你現在就是說 你在原來公司可能一開始都好好的 可是到了今年開始 應該講說去年下半年開始 你會覺得說開始有點卡卡的 可能開始有人嫌你嫌什麼這一類的 那可能有點類似像心態的一個 一個事件 坡先生事件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當然還沒那麼嚴重 所以你會想要去轉職 或者是說 新的公司那可能呢 會給你開一些比較好的條件 跟所謂比較符合你想要的東西 甚至於說 新的公司裡面有可能有你認識的人 讓你過去 可能是這個概念 所以你問我的話我給你答案是說 你要轉的話 這階段整個轉同樣類型的工作 既然你是同樣類型的工作的話 那你要轉就沒問題 嗯 這樣了解了嗎 嗯 OK 所以有機會還是可以轉就對了 當然啊 因為你是同樣性質的 嗯 對 這個下降軌道的話 最機會轉不同性質的 OK 所以同性質的還可以 對同性質的 因為他一樣屬於他的專業 他知道啊 他知道優點缺點了 哦 好了解 好 那所以你給他的建議就是還可以 可以啊 可以 但是但是就是這幾年應該都會比較辛苦一點 對 不管你總部長都會比較辛苦 都會比較辛苦 加油加油 祝福你哦 好拜拜 拜拜 好我們歡迎大家持續打電話進來哦 現在都可以接電話 02-2363-9955 要問什麼都可以 因為其實有些人最近 是會往一個新的方向去哦 那所以請大家就是說 打電話進來的時候呢 你要提供你的姓名農曆年次 但是你的名字 我們不會在節目當中 這個公告哦 我們只會說什麼什麼先生 什麼什麼小姐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 那你什麼時候要發那個葉先生來這邊 哪一位葉先生 哦好開玩笑的 好來來來 來我們來接聽第三位電話哦 王先生 王先生你在線上 嘿你好 嘿你好你也是要問轉職對不對 是的 那王先生你的你的那個 轉職是同樣的領域嗎 同樣的領域 因為我已經自己開店十幾年 然後剛好有個機會 可以到倫敦去這樣 哦你自己自己創業已經十幾年了 好好好來 那個王先生跟剛剛那個黃先生 其實都在同一個位置啊 對真的耶 對那我的論法其實都差不多啦 但是我剛剛黃先生的部分 跟你的部分 我在補充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人脈的關係 我說我為什麼剛剛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可能有他認識的人拿他過去 那你這邊也是一樣 你可能有認識 或是那邊有熟悉的人 那你能夠安心能夠放心 叫你去倫敦去做 應該也是類似這樣子 是的 對那就沒問題這樣了解了沒 嗯 所以我這個概念是這樣子 說在這階段的人 都是要人脈的關係 那就沒問題 但是我剛剛講的 比較機會是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領域啊 甚至於你完全不熟悉的事情啊 那個就比較機會一點 嗯 好所以哇那你要遠走他鄉喔 嗯 因為也是有小孩子的考量 小孩子現在剛好可以過去念儲道 哦 那其實也不錯呀 是啊 是啊 只是說呢 這個下降軌道其實我也在這裡啊 對 我今年也跟他們一樣 我跟王先生跟黃先生都在同一個地方啊 對 但是王先生比黃先生更好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因為他是偏硬跟死神就勞碌命 嗯 所以他去倫敦等於是勞碌 適合往外就對了 對 他應該要勞碌命啊 他沒辦法休息啊 要勞碌命啊 我也勞碌命啊 是 對啊 對啊 好那王先生加油了齁 那個看起來是不錯的 祝福你一切順利好嗎 好 謝謝謝謝 拜拜 好我們再來接聽第四位 庄小姐這應該庄小姐對不對 庄小姐你好 你想要也是問轉職耶 對 大家最近怎麼一直轉啊 啊就是有說現在就是跟工作有關 都有跟工作 而且六月份真的就像老師說的 他是今年成家立業的一個 最後的起步機會 所以大家在這個時候想轉也是很正常的齁 對 那庄小姐你的轉職是同領域嗎 呃 還沒有下一步的 哦是你想轉是不是 是沒有沒有現在是因為公公司在 制度上有一些變化 那大家都蠢蠢欲動 然後就是說如果沒有沒有簽 沒有跟上公司的轉變的計畫 可能就會 會有轉換跑道的打算 是 是 好是這樣子齁 你在校長軌道當中已經差不多是倒數 倒數第二年 或者是倒數第一年 因為我來認知應該算是倒數第一 倒數最後一年了啦 嗯 所以其實你在公司如果假設你在公司 假設啦齁 你有一些埋怨或有一些 那個隱忍的話應該也是到達極端的 最後一年 就說你已經忍很久了啦 前面已經忍很久了到現在其實應該已經是忍到幾點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這邊就兩個方向了齁 第一個方向說要嘛就是再吞下去再忍 是 再忍一年 明年下半年就好 齁 對對對 老蔡醫師說再忍一年 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說你要嘛就是再吞下去 忍到明年 明年後呢 明年後的問你是吞的話也有兩個情況 一呢就是 這家公司大家該走都走光了 發現了有沒有人可以重用的那只要重用你 然後第二種的是公司呢可能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開始就朝個新的方向去走 那你也OK 反正是兩個方向你都OK 這是第一種叫你再吞吞一年齁 那第二種是這樣子喔 這個階段跟剛剛我講那個階段不太一樣 就是說 如果你要進行不同行業的選擇 如果你覺得你之前想要做哪個行業一直沒有跳過下去做的 是受機會的話趕快 對 你跟前面不太一樣 因為你已經下降軌道走到快走到差不多底了 對差不多底了 所以你乾脆就是怎樣破補乘舟 去找一個完全都不一樣的 或是一樣也沒關係 總而言之就是去新的環境 了不起呢再奧一年也是上去了 這兩個這兩個就看你目前 你走你的心境跟你目前的機會是哪一種 這樣子比較快 所以對不管怎麼樣就是說 我覺得我其實覺得是好的啦 因為是好的 因為就是說你如果覺得這幾年比較不順心 差不多也快要結束了這樣子 沒有錯 大概是這個意思 反正就是到最差也是這樣而已 對沒有錯就是想像這樣 對就是差不多到谷底的意思 那也不過如此 反正就是這樣子嘛 說不定會覺得說反正好 好啦 那個我就反正已經忍那麼多年了 再忍一點也無所謂了 有這種想法的時候反正就是好的 好 所以恭喜你啦 好不好 好張小姐謝謝你 謝謝你一切順利喔 謝謝你一切順利喔 拜拜 好我們接聽的第五位 曾小姐曾小姐曾小姐你要問有關於投資 對 財運對不對 所以你是要說能不能去投資 還是說你目前的投資 接下來會怎麼樣 能不能投資是跟合夥有關係啊 是這樣子喔 投資很廣泛啦 簡單講而已 第一個 你是要投資股票還是房地產 還是跟人家合夥開公司 嗯 合夥有一點是合夥開公司 合夥開公司 配股就是進去做他們的股東而已 是那你是你是有親親有參與那個運作呢 還是說你只是 對親去有參與運作 我自己嗎 我自己嗎 對我說你自己有沒有參與運作 還是說你只是出錢而已 可能就是只是出錢而已 好好那是這樣子啦 出錢的部分 如果按照你本身的命的隔絕來講的話 你一向都是犧牲風險沒有回報 喔 你回想一下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說你只有付出的 你只有付出的的運 沒有收穫的運 收穫的運 那你還要再只當那個投資者嗎 那所以就是要去參與才會比較 這樣講的 因為你假如投資我就一個但書啦 你一定要親自在裡面有工作有運作 你了解到整個公司是怎麼回事 因為呢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格很特殊 你的格跟黃老師一樣 你是一個福星你靠了誰誰就好 但是你好不好要看對方對你好不好 然後還有一點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福星一走過就不遠 所以通常你很討厭一個人 或者是震恨一個人的時候 那個人大概不會太好過很快就倒了 所以我要說你要很謹慎 是好了解 這樣了解 就是這個淡數而已 這樣了解 謝謝 那就是給你一些建議 希望你一切順利 好不好 拜拜 拜拜 好我們現在呢 就是還有很多電話在線上 但是要請大家等一下 因為我們要先來進一段廣告 好喔 因為不然的話你打電話一進來 我就我就要把你切掉了 所以請大家稍等一下喔 那0223639955 目前呢 在電話在你正在撥通的請不要掛斷 因為掛斷我就怕等一下接不到你了 請不要掛斷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呢再請黃楓一老師呢 來幫大家做這個姓名學的分析 0223639955 23639955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一同get lucky 今天我們在現場請到的是黃楓一 老師用姓名學的觀點 來幫大家接聽call in電話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第六位 對不對第六位 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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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聽得到嗎 聽得到聽得到 好張先生你想問工作齁 你主要是你已經創業了有一段時間了 對不對 幾年 十多年 那你現在是想要問說 要不要繼續還是要收掉嗎 是這個意思嗎 類似類似這樣 因為已經持續蠻久 不是齁 可是也是有還是有在賺錢 那就是不知道這個能不能繼續做下去 要問一下這樣 喔就是說到底到底到底要不要繼續做下去 因為也沒有說沒賺但是就蠻辛苦的啦 對不對 對對對 好好懂 來 你是從事什麼樣的行業 進出口紡織的原物料 進出口紡織 OK好了解 跟你報告齁 你的姓名學當中你是下場軌道的 最最谷底的那一年 所以接下來應該會越來越好 所以應該這樣講齁你過去五年齁你會覺得說 越來越卡 然後這樣講就是說 以前三天可以解決的事情 到了去年或前年可能要變成一個禮拜 甚至於那十天 常不解決 然後你的費用會變增加 力量會減少 你是我這種感覺 有嗎對不對 對對對 那過去這五年你都活過來的話 那未來五年是往上走的 對啊 好好好了解了 然後跟你講一下齁 他開心了 你說你做這個行業的話 跟你一個跟你一個觀念 不是對不起對不起跟你做一個分享 你超好看看啊 對 你你的名字的格局比較適合那種專業 跟勞力技術的工作 那紡織不就是勞力跟技術的工作嗎 但是我對 但是這個專業是說 你現在應付未來的東西 你要更專業 你要想辦法去做一些 就是你可以做別人做不來的 專業更專業一點 對就是講白一點 以前你可能做大眾 然後你可能現在做小眾 而那小眾搞不好你的毛利 就百分之兩百了 了解了解 那小眾還不得不不滿你的東西 就是要做一個市場區隔了 對 是這個概念你可以嘗試看看 做一些不同的改變 當然你的大眾行業 有賺錢的繼續 或是說你可以撥出你的毛利一點點 你的利潤一點點 去做這個專業的東西 因為你未來五年是大好的啊 大好呢 真的越來越好 然後可以報告今年 今年就是一個轉折點 所以這個月份也是一個轉折月 對對對 所以是個關鍵的月份 所以你要去仔細思考一下 我剛剛跟你報告這個東西 對 好的 你去想一想你再怎麼不好都賺到錢了 後面好呢 對 哇太棒了 張先生恭喜你喔 連我在旁邊聽了都覺得很興奮 哈哈 張先生謝謝喔 謝謝 恭喜你祝福一切順利 拜拜 拜拜 謝謝 好我們來接聽第七位陳小姐 陳小姐要問感情 對 對 現在是有對象嗎 有 有 然後想要問說 這個要不要 要不要這個 這個對象是會不會結婚這樣 還是適不適合結婚 對 今年適不適合結婚 今年適不適合結婚喔 喔 所以不是說這個對象適不適合結婚啦 我想問 對象我們很難回答 對 但是今年適不適合結婚好像可以看一下 是這樣子啦 陳小姐您的名字的格局有一個現象 這從個性上來判斷 您是一個比較愛恨分明的人 不是黑就是白沒有灰色地帶 所以感情用這一塊來論的話 你也是說 你可能喜歡上一個人 全天下的人 全天下的人都說他不好 你喜歡你還是會嫁 那全天下的人都說這個人不錯 你不喜歡你可能也不會理他 這種現象在你年輕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明顯 現在還是很年輕啦不好意思 對啊 真的很年輕耶 小我那麼多 對 那我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會考量這個問題 是因為你今年 你跟剛剛那位張先生一樣說 今年以前你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不管你是談戀愛也好 或者是做工作也好 在這個 在這個所謂幸運度上面 是不是弱了一點 所以你談這段戀愛當中 我是用你的觀點去看啦 我們不管男生啦 說 你可能有太多你想要的東西呢 那個順序啊 1 2 3 4 5 可能變成1 3 5 2 4 5 4 3 2 1 太多變數在裡面了 那你覺得有一點 怪怪的 或者覺得有點失落的感覺 是這個現象 所以第一個 我給你建議是說 你要不要再多觀察半年看看 嗯 應該是下半年開始 是你開始順的時候了 那你開始順的時候 你對看的感情理論上也要順的時候 你再多觀察這半年看看 是否這個男生是你要的 如果你現在喜歡黑不喜歡白 這個男生的確是黑嗎 他的外表是黑 天青是白還是外表 還是說兩個 就是符合你要的那個形象 你多觀察辦法看看 說這個部分是這樣子的 嗯嗯嗯 可以做參考看看 好 謝謝 好 祝福你一切順利喔 謝謝 好 那我們還有時間可以接聽電話 0223639955 0223639955 最後我們可能還會有時間 可以接聽兩位的電話齁 所以還可以請大家打電話進來 是 那我們再來接聽今天第八位是 詹小姐對不對 對 詹小姐你好 你想問工作 你好 你自己是 是做業務的是不是 嗯 對創業 對 喔好 所以你現在想要問工作就是接下來 是不是會順利對不對 對 或者是能不能再擴展 因為就是 就是平平的這樣子 是 好 理論上好從你的 個性上來講 你是屬於比較屬於理智型的人 嗯 那理智型的人的缺點是什麼 就比較關情故後 嗯 優點就是缺點 嗯 他其實好過去 這幾年喔 你是屬於上升軌道 可能可能剛好碰到疫情的關係 你很可惜啊 這一波算是你的上升軌道 可是剛好碰到 這三年都是疫情 把你的上升軌道有點破壞掉 嗯 嗯 因為你講的是擴展業務方面 你是做什麼樣進出口的嗎 還是 比較做食品部分 對 你看剛好這三年剛好是碰到這個疫情 對 所以其實你很可惜 你是一個上升軌道都被破壞的 嗯 那沒關係如果上升軌道被破壞 可是呢你呢 你是一個很理智的人 你如果安穩的話呢 事實上你是一個左右風圓的人 嗯 所以不用太緊張 嗯 那主要是溝通上面的問題啊 就是你的敏感度沒那麼高 對於那個人性的敏感度沒那麼高 可能對方要暗示的話 你可能沒有聽得那麼懂 嗯 你可能要追根究底說 他到底對方想表達的是什麼 嗯 像你擴展業務方面的話才能夠OK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還是在上升軌道的上方 你還有一兩年的時間能夠更加旺盛 他加上我們的疫情準備要結束 你做食品這一塊的話 其實這一塊現在也講的話正在行 只是說毛利可能會被壓縮而已啦 因為一個雞排已經變一百塊了 說老實話賣個雞排一百塊錢 比賣雞排五十塊錢賺的還要少 嗯 是這個概念 但是你如何去運作你這個部分 你常夠在這波崛起 常夠擴展 是這個概念 好 可以做參考看看 所以給你一些參考 希望你一切順利 謝謝 拜拜 祝福你 好我們再來接聽題九位是賴先生 賴先生 賴先生 喂你好 賴先生你好 你想要問現在的工作 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啊 你現在是有什麼那個其他的選擇嗎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但是 但是是現在公司有什麼狀況嗎 沒有就是問未來的發展 問未來的發展 好好好 因為這個講得越精確 我們就是你可能得到的這個幫助會越多啦 所以想要問精確一點 應該這樣講好了 如果你的主題是很明確的 我的回答就會很明確 比較明確 對對對 好那沒關係 你不能說現在工作能不能夠繼續做 是這樣子 從格局來看的話 您是一個比較 雙重個性的人 我直話直說好了 什麼意思呢 你可能在外面做業務闖一闖之後 又想進辦公室呢 做內勤呢 安靜一下 可是內勤做久以後 你又想要蠢蠢欲動 又要跑去外面做外勤 所以其實跟你個性上 本身也有點關係啦 所以你才會說現在工作能不能繼續做 原因也在這裡啦 所以我用個性上去判斷 應該是這樣的概念 那如果按流年來講的話 你的上升軌道也是很不錯的 所以不錯的話 那就看你這個行業呢 在這疫情當中是否受到影響 也連帶你的心情受到影響 那如果是的話呢 建議你還是下半年之後看一下 搞不好你的行業開始轉好 轉好 那你本身也就不想再移動了 是這個概念 對 看起來不錯 因為現在其實是在上升軌道 而且是很不錯的位置 對對對 對 希望你一切順利喔 好不好 好 拜拜喔 拜拜喔 好 我們來接聽最後一位喔 今天我們就給他十全十美 接了十位喔 第十位 林小姐 好 林小姐 你好 也要問現在工作要不要繼續喔 你現在有什麼其他的想法嗎 是沒有 我只是想說 這個工作是不是適合我繼續做 適合你 請問一下你大概從事哪個行業 哪一種 應該跟土木相關 然後跟研究 土木研究相關 是是是 感覺是專業工作呢 你是在建設公司裡面呢 還是一般鑑定公司裡面呢 不是 我不是在建設公司裡面 我應該是 就是在住典的公務單位裡面 然後但是我們是做專業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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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專業 OK 事實上你的民主格局 也是專業跟勞力跟技術的工作 因為你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叫專業 第二個特色是勞力跟技術 然後現在這個工作是不是剛好符合專業 符合勞力跟技術 是啊 是符合 對 但是你為什麼會想要轉呢 因為你的下站軌道最後一年 對 你可能過去幾年都覺得很累 真的 你已經煩死了你知道嗎 你過去幾年是每一年都一直往下 所以就是會讓你覺得很煩 可是他快要走到底了呢 對啊 所以坦白說真的 我的回答是這樣子 如果是這個單位 他是穩穩的單位的話 對不對 我建議你再忍耐一下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這個 我現在這個單位有一點 不穩 就是有一些事情會有一些變化 對 所以我才會想說 我其實是很喜歡這個工作 對 所以說是這樣子 對 因為他很適合你 對 那沒關係就是說 如果是當 那我可以忍下去繼續做就對了 我覺得說是這樣子 當然是啦 那單位的部分 我就沒辦法去跟你評估啦 我是說你個人來講的話 你今年是最後一年了 不好的最後一年 通常最後一年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你會覺得很恐慌 對 對 完全講中你的心聲 那我現在跟你講 他已經準備要天亮了 你就靜待天亮 就不要再慌了好不好 好 OK 好 那就加油囉 因為看你的這個是 過去幾年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黎明快要來了 加油 好 祝福林小姐 拜拜 謝謝老師 拜拜 好 那我們今天就接聽到這裡 有十位的朋友 希望能夠對大家 有一點點的幫助 主要今天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問工作 幾乎 十位有八位都在問工作 那一位問錢 一位問感情 那希望大家好好把握這個六月 六號到七月六號的三合月 最後老師再提醒大家一下下 是 這個月為什麼你會說 他是今年如果要成家立業的 最後起步機會 或者是說呢 前面都沒有覺得自己沒人又沒財 然後這個月是最後的上策機會 應該是這樣講好了 就好像台積電當年要從一百塊錢 漲到六百塊一樣 這個月份就是一百塊錢的地方 所以說我剛剛說 你這個月能夠好好思考 然後找對方向的話 你的你的漲幅是最大 你可能一百到六百你賺了五百 可是如果你到兩百的時候 你才上車 你只賺四百 你後面到了五百的時候才上車 你可能會賠 或者是小賺而已 所以這個月份是講的是說 他是一個起漲點起始點 那你從大運來講的話 這個月份等於說 別人都在愁苦了 別人在丟了的時候 你現在趕快去剪的時候 那你是最低點的時候 去做這個事情 那當然以後你的成就就會最大 所以如果你任何工作 或者是任何事情還沒有的話 先求有再求好 跟人力方面有關的行業 你都可以去思考 人與人接觸的行業 一定要去思考 那會被機器取代的行業 你可能要先排到後面 優先數據是這樣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提供給大家 來做參考 我剛突然先想到 這個有一個這個 不會被機器取代 暫時不會 就是 我覺得我們很多問講朋友 聽眾朋友 是問講 因為他們開車都會聽 我們很需要他們 他們也沒有辦法 除非有一天真的有那種 這個 滿街都有這個自動的計程車 那很難 那真的很難 我們還是需要這個 所以問這麼大 你們還是很重要的 對 這個禮拜五 這個今天很開心 請到黃鋒葉老師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來 這個好好的來把握 這個接下來的一個月 是可期待的 我覺得只要聽到說 這個月會有很多機會 然後要轉要趕快 我就會覺得很棒 如果很忙 也不要抱怨 現在能夠忙都是好吃 對不對 我們能夠忙就要很感恩 謝謝黃鋒葉老師